新闻之后看到桃园势力大西木艺生态博物馆 即日请在艺师馆展出陈伯荣父子木雕工艺展 他们的作品跳脱了传统神桌家具的雕刻装饰 擅长凿花技法中的透雕技巧 细致的雕工值得您细细品味 到大西千万不要错过 陈伯荣父子木雕工艺展在艺师馆展出当中 陈伯荣原本从事家具神桌的雕刻装饰 他从雕花技法中的透雕切入 转而形成以雕刻技法为主的木雕艺术创作 这次的展览陈伯荣与儿子陈伯荣卢陈优生共同展出 带您一探父子木雕创作的演变过程 我们这次的作品展出有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的雕刻技艺 我们是以龙绑跟花毒来做这次展览的呈现 想要用一个传统手法跳脱到现代我们的木雕创作 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个人木雕创作的作品中 从现代跟传统做一个呼应 第二代艺师陈鸿卢陈优生两兄弟 追随父亲陈伯荣投入木雕创作 秉持一亿至今的职人精神 十余年创作不屑 陈家兄弟的作品奠基自然异象的精神 流入万物与生命的关怀 同时也在作品中呈现出家族的精神象征 应该可以说到每件都有蝸牛 小蝸牛是父亲教育我们在创作上 要有像蝸牛一样一步一脚印的那种恒星 去把传统记忆还是现代的新的雕工 把它进一步的更加的耀劲 这次木雕展共展出十多件作品 从家具的雕刻装饰到展现雕工技法的木雕创作 另有父子三人的合力创作作品 工艺精湛值得欣赏